秋冬天寒地冬 你的體質差 你體質差 一自然體質就影響命運 今天寒水冷嘛 你想要知道 這整個的天氣那麼冷 濕度那麼高 你冷到骨子裡面去 你一定要補 怎麼要補 通常是要往 我們這邊問一下 黃耀福老師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在秋冬的時候 要補 不是補身體 要補孕 因為天寒地冬嘛 是 秋冬天寒地冬 你的體質差 你體質差 一自然體質就影響命運 就要補你的孕 第一種是 今寒水冷 秋冬就要補孕 今寒水冷嘛 你想要知道 這整個的天氣那麼冷 濕度那麼高 你冷到骨子裡面去 你一定要補 怎麼要補 通常是要往南方 比較暖 活 太冷了嘛 你的孕氣自然就差 尤其是猴肌狗的 猴肌狗是屬精 在生肖裡面是屬精 然後它是農曆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生 就是冬天生的 是 冬天生的精 就金寒水冷 另外一種是 春寒料鞘 秋冬也是補孕 就是另外一種生肖 更月份 或者說它八字的結構 是春寒料鞘 這春天其實有時候 比冬天還要冷 因為雪融化了嘛 北極的冷氣團下來 有時候春天更冷 所以這裡我列出來的就是 豬屬牛 豬屬牛在十二生肖是屬水 那生在什麼時候呢 生在春天 一月 二月 三月 那怎麼補呢 就現在我列出來的 剛剛我們提到的 列出這幾個方法 給各位做參考 我這是用民屬方面來說的補月 比較不是其他的各種方式 是民屬的方式 首先第一個就是往南 就往南方 為什麼南方溫暖嘛 那這個我們在命理上的往南 有幾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 直接往南方去 例如說你在台北 你就往高雄去 真的 那陽光太充足了 往那邊找機會 那邊找工作 或者說常常出差去南 另外如果算你沒有機會 不會有機會的話 你覺得在命理上 有南就算了 例如說今天你找到一個新工作 一個在復興北路 一個在復興南路 你到復興南路去找 可能對你的運氣會比較好 這個意思 一個在光復北路 一個在光復南路 那當然兩個工作機會 我們找光復南路 因為有南嘛 所以這個時候 對你運氣會比較好 甚至南港也可以 南投也好 有帶到南的就行 在命理上他是這樣講 這往南 第二個上紅 紅色就是暖和 就是陽光 就是南方嘛 所以這個紅色就是說 冬天你覺得你運氣不好 你身上可以帶點紅色 不是全身穿紅 全身穿紅很奇怪 像我這樣紅領帶也可以嘛 我身上紅的髮咕咕 紅的什麼圍巾 紅的帽子 紅色的一些裝飾配件也可以 是 讓你看起來生氣盎然 是 運氣就會轉好 所以上紅 再去曬陽光 就剛剛講過的嘛 曬陽光第一個 就是你去外面野餐 或者直接爬山曬曬陽光 或者你的家裡 竟然能夠向南方 白天把窗戶的窗簾打開 光線進來 把那種寒冷 這個清濁 這全部怎麼擀掉 是 讓陽光進來 這運氣就會轉好了 這第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 就是冬天到最初 最有名就是冬至 冬至吃湯圓 吃餃子 吃湯圓 湯圓是圓的 圓的是羊 羊的話你就開始可以吃湯圓 改運 而且湯圓吃的話 吃九的倍數 因為我們的數字裡面 一 三 五 七 九是羊 二 四 六 八是銀 所以你要吃湯圓 記得要吃九個 那或者吃餃子 餃子因為在我們十一月 農曆十一月叫紫月 剛好教紫月 第二個餃子又像元寶 吃元寶 可以改財運 讓你進財 再要去一個是 鋁長字 這個就很特殊的特殊了 這個鋁我們知道就是鞋子 是 就是冬天到 不管是冬至 小寒 大寒 在節氣裡面 小雪 大雪都一樣 節氣的那一天 通常是媳婦送新鞋子 跟新襪子 給你的公公婆婆 或者晚輩也可以 晚輩送這個新的鞋子 因為老人家腳會冷 那現在這個時候你要補孕 送他們暖活的鞋子 襪子 好 最後是蕭寒圖 這也是民俗上很有名的 叫蕭寒圖 什麼叫蕭寒圖 就是到冬至那一天 你在你的牆壁上也好 或者在你的一個地方 你用白紙上面畫八十一個圈圈 或者八十一個梅花的形狀 然後每天把它畫紅 一天畫一個 一天就用紅的畫一下 第二天又再畫一個 一直畫 畫了八十一天 八十一天畫完的話 我們想知道 剛好是一元赴始 萬象更新 剛好就春天就到了 運氣就轉好了 這很適合住在冷宮裡面的年 閒來沒事的時候慢慢地畫 因為真的每天都沒事都要頂 你家人運氣不好 真的 冬天會憂鬱的 全身又寒冷的 你想要不要一轉運轉運的話 你試看看我們的民俗的方法去做 讓你的運氣能夠轉好 變好 好 做參考啦 謝謝老師 謝謝 剪少年老師 這磚都要把你抓去做嗎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秋冬運是會一掃一麻 你怎麼都沒在插牌 老師快說話啊 不要回插牌 我在 我也是很敢 還好我長得比較普通 沒有被跟... 好 那我講一下 我們來講一下秋冬運是會一掃一霾的生肖啦 好 那第一個生肖是屬豬的同學 好的 屬豬的同學呢 其實在今年是一個 我覺得整體來說是一個比較奔波 而且會有一種身不由己的感覺 就做很多事情的時候都覺得 真的是為什麼一直被人家牽著走 但是呢 他其實進到這個秋冬之後 他會忽然間感覺到 其實被人家牽著走 還是比較快樂的 就是自己一開始覺得靠著很煩 就是這個事情一直卡著 我到底是想怎麼樣 然後也看不透 但是呢 進到秋冬之後 他慢慢會看到說 這條路很不錯 其實慢慢往下走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說他進到秋冬之後 會是穩定前行 扎人退散 就是前面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人就是各種糾纏 就覺得到底是什麼狀態 可是那糾纏也糾不死你 所以你也覺得還行 就是 我就好好幹 但是秋冬之後呢 這些糾纏的人會慢慢一個一個散 慢慢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其實還會有一些貴人出現 貴人就會把你原來這個路線往下帶 然後走得更加的長遠 所以我們說這種生肖屬豬的同學 在秋冬的時候 會真的是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是 有一種游暗轉明的過程 原本在暗處幫你的人 慢慢都出來了 所以這種鴨子滑水到後面 會越來越好 所以這個是屬豬的同學就恭喜他 好 那我們講第二個 第二個是屬羊的同學 屬羊的同學這個就厲害了 屬羊的同學 進到秋天的時候 會有一種好像選美小姐 被選中的感覺 他會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 一百個人中被選中了 很爽耶 對 然後就會有一種 重心拱躍的 就旁邊一開始你會覺得 做這個事情是不是有一點挑戰自我 然後會覺得做這個事情 自己也沒有一個把握 然後競爭又很激烈 結果忽然間一到秋天 我們大概也是農曆七月一過完 他就覺得世界好像忽然加速了 而且這個加速的鈕 就是有一條好像夾娃娃劑一樣 把他夾住他的頭 把他拔起來 不是頭拔起來 是整個人拔起來 整個人被夾起來 夾出苦海 對 就是這些原本都在競爭的時候 原本是大家忽然珍惜鬥厭 結果忽然間就在農曆七月一過完 整個都不一樣了 就被選中了 而且這個機會是非常非常稀奇的機會 所以我們說他是重心拱月 黃袍加深 那為什麼叫黃袍加深 是因為還會這個搖跪假設理一下 說不要啦 不要啦 其他人也很棒 就把不行不行 就把你劈上去 你就上去了 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鼠陽的同學是很棒的 很棒很棒 好 最後一個是我們鼠狗的同學 好 鼠狗同學是 善有善報 服從天降 鼠狗同學很精彩 鼠狗同學呢 在今年的時候 可能會衰到一個極致 他會覺得說奇怪 每個老師在每個生肖上面 都說我很棒 怎麼會衰成這樣 原因是因為 你前面衰的那個 善有善報 會在秋冬開始變得超好 所以秋冬的時候 如果你有幹善事的 鼠狗的呢 就會感覺到 服從天降 爽到不行啦 以上就是三個 秋冬之後會比較好的生肖啦 �曇芳